大家好,我是来自GIKI的主持人悠悠,那今天呢很荣幸来到IKI的木耳本的这一个展位,然后来见我们的这个嘉宾James,hello James。 悠悠你好,所以想问一下,您看起来也是像一个华裔这样子,能问一下您的家乡来自哪里吗? 我家乡是来自江苏常州。 那您现在是在墨尔本? 对,现在是墨尔本,我来自那个墨尔本IKI Victoria的一个分部。 那您去墨尔本有多长的时间了? 我本身去澳洲已经13年了,高中毕业以后就去澳洲了,然后我之前在布里斯班上了大学,然后发现墨尔本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所以我就直接搬到墨尔本7年了。 那想问一下就是您为什么这次想参加上海的这一个海外职业移民留学展呢? 因为我们是想通过这次机会呢,和中国市场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连接了。 因为据我所知,这次是疫情之后最大的一次海外发展的一个展会了。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可以更直接的和中国客户做一个连结。 那可以这样的话给他们更好的,可以给他们了解更多的澳洲的文化了。 了解更多的关于澳洲移民的资讯,如何以防养学来做一个投资。 然后也可以帮助更多的投资客了解澳洲的房产资讯。 那您觉得澳大利亚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可以吸引中国的众多消费者呢? 那我可能要通过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移民方面。 很多人都想要对澳洲的移民比较感兴趣。 主要原因是因为澳洲有非常移居的一个环境。 墨尔本、佩斯,然后悉尼常年都在全球移居的城市的前十的行列里面。 其次是教育资源,还有医疗资源也是非常的好。 像我们都有全民医保了,就像美国的话可能在这方面欠修一点。 来澳洲的话这方面就不用考虑那么多。 我们有多元的一个强劲的经济,所以我们现在就业机会非常的多。 而且我们失业率也非常低,现在情况下。 然后最后一点,我们有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文化。 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亚洲移民,特别中国移民。 如果说你刚来澳洲,你直接进入澳洲华人区,你连英文都不用讲,直接说中文就够了。 你可以去到银行看医生了,你可以剪头发,然后去药房吃饭。 你只要想做任何事情用中文就可以解决了。 饮食方面,中餐,火锅,什么炒菜,四川菜,什么韩国烧烤,日本烧烤,韩国冷面,中国拉面,应有尽有,满足你中国味。 连周杰伦都移民到澳洲来,可见澳洲的影响力了,可见一般。 对,看您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丰满的这个期待,一看就是澳洲的伙食,应该是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投资方面,我们在澳洲有一个非常稳定安全的一个投资环境。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高回报的一个租金的反馈。 然后我们整个澳洲的房地产市场都是非常透明化的,然后我们有非常完善的法律保障。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永久产权,而且没有遗产税的。 对,其实我也听说澳洲的法律法规非常的健全。 那悠悠在澳大利亚也有很多的朋友,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整一个政府的连结,法治这方面真的做得非常不错。 这是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 那这一次也是一个上海非常有名的留学移民制业综合型的这样的一个展会。 那我也想问像James,澳大利亚在这三方面具体有哪些这样的机会呢? OK,像移民方面,首先现在有很多的中国消费者对移民非常感兴趣。 那在澳洲的我们的好处是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做移民。 你可以投资移民。 你留学以后很有机会可以移民。 你可以通过技术移民。 还有一个是担保移民。 比如说打比方你在澳洲留学以后呢,你找到一个工作,然后那个顾主非常喜欢你。 然后最后如果说对口的话,他可以怎么说呢? 帮助你来做移民。 对,他可以给到你这样的一个移民的这个移民的机会。 对,可以这种方式移民。 所以是多元化一个方式进行移民了。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关于教育方面了。 我觉得教育方面的话,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希望让自己孩子有一个更加国际化的一个视野。 对,非常好。 那我打比方,那我了。 我是高中时候参加了一个中奥班,在中国中奥班。 然后我在中国参加的澳洲高考。 你看澳洲高考都可以在中国参加。 可见澳洲这个市场多么,澳洲的留学多么关注中国的市场。 对,您自己去澳大利亚这样的上学,你觉得澳洲的教育让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呢? 澳洲教育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你其实进入这个学校没有那么的难。 你像中国的学生,你学的还OK的话,你就可以上一个很好的学校了。 但是你需要花很多精力去。 你真的进入学校以后,你不是玩的,你需要有更多精力来学习。 因为没有人会管你,所以可以创造你一个自主学习的一个能力。 老师呢,是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然后会组织很多的机会让你和同学一起组团来完成一个作业。 OK。 大部分作业是一起一起来完成的。 所以其中我们需要很多的机会和,我们有很多机会和同学一起来团队协作完成一个项目。 而且很多的答案是很开放性的。 你不是说你就有一个死答案。 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开放性的答案。 所以这一点的话可以给你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其次,你周围的所有的同学全部都是以后会在各行各业,在澳洲各行各业做一个发展。 所以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积攒人脉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管你回国也好,你又在澳洲也好,真的是我觉得是最值得来澳洲学习的一个地方。 另外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国每年现在有很多的留学生去澳大利亚。 特别是因为中美贸易战之后,很多一些学生可能从美国也转向英国,澳洲这些主流这些国家。 对,所以也想知道我们的这些学生们,还有甚至一些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去澳大利亚的时候。 在住房方面,职业方面,您这边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吗? 这个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有很多同学直接一路学,家长就给他们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你首先你租金可以省下很多,而且其实房价最近澳洲几年涨的也是蛮高的。 所以他通过这几年的房产增值,然后他最后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相比我们付租金的同学,其实他省了很多租金。 如果说他买到合适对的房产的话,他其实还有赚一笔钱,基本上可以cover到他的大学很多的生活费用。 所以我们就叫以房养学的这个概念,这房子可以养活他自己。 对,是这样的。 您作为IQI澳大利亚的这一个议员,今年会不会有更多的计划参与这样类似的现下峰会呢? 那我们肯定希望有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和广大中国的那个客户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连结了。 那我听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十月会不会有一个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展会。 那我希望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参加了,然后通过IQI平台呢,然后可以帮助更多的投资客,或者是帮助更多想要去澳洲学习生活的小伙伴,就是可以帮助到他们。 了解更多澳洲文化资讯之类的。 好的,今天很感谢您今天精彩的分享。 其实悠悠从您身上也看到中国的留学生在澳大利亚,获得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那种独立自主专业自信,以及在镜头面前这样的一个演讲的能力。 我们也看到这个海外留学生确实把中国的一些文化也带出去,然后把海外的精髓也带回来。 非常欢迎你以后经常从澳洲来到中国。 一定一定,谢谢悠悠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澳大利亚,欢迎!